接下来我们要来做这个Android的部分 Line的部分 那因为Android的Line它的好处是 它多了一个可以备份个人的聊天记录 备份个人的聊天记录 这边我先允许一下 好也是一样我们进到了这个 众人的这个聊天记录当中了 Android的东西设定在下面 但是我们先个人的 我们先针对个人的 个人的 比如说我找一个是属于个人的 比如说我再找我太太的 备份个人的聊天记录 先进到那个人的聊天的会话过程当中 然后呢怎么备份个人的 来 右上角的箭头下拉 然后呢 那个齿轮聊天设定点进去 然后呢备份聊天记录你点一下 接下来我们如果你文字挡备份 对不起你不能文字挡的不能倒回去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文字很清楚的 你可以用那个记事本打开什么的都可以 但是我们选的是备份所有内容 好这边齁备份完之后我要请各位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你的备份 你看喔 我随便坐到后面的 那个这边只有一串 一串 我只要请各位记后面的就好 06ca.vip 有没有 每一人都不一样 你们自己去看你们的 Android还有齁 你们按了备份之后 后面06ca.vip 我再做一次喔 我故意先 我这边按否就好 这个地方按否就可以了 好 我故意再按一次聊天备份记录 请你们再看一次喔 备份所有内容 他备份的都在同一个档案当中 你看06ca.vip 所以你每次备份 他就会把前面那一份档案给盖过去 OK 所以你们要特别记住 千万 等一下第二步清除聊天记录之后 千万不要再按备份 不然他会把通的聊天记录给盖过去 特别记住 再特别清楚一下喔 所以呢 来 这个地方 我这边可以按否 就这个档案我不用储存 然后接下来 我们倒退一步 先回头看一下 诶 现在我只是做备份而已 而已 聊天记录都在吗 好 我现在要把聊天记录删除了 这是刚才我讲的第二步 我们来删除聊天记录尝试看看 如果哪一天不小心删了 或者你可能进去以后把里面的哪一个 哪一个话给删了 然后你要赶快删了之后 不对糟糕 他跟我讲的那些重要的事情 我去把它删掉 好 那你这时候还可以把它倒回来 把过去的记录倒回来 所以呢 接下来我就按这里 删除记录 点一下 然后按 是 好 记录删完了 我们再倒退回来看一下 你看 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对话 全部被清空 然后呢 接下来第三步哦 下拉 聊天设定 请记住这一点 请记住 不要去按它 不要去按它 按它就空白的就盖过去了 你唯一只能按 退入 聊天记录 然后就按 是 好按确定 这时候 我再往前 往上一页回去一下 你看 记录全都回来了 好 我们Android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看 好 先请各位 尝试真的 再做一次 一个人的聊天记录做一下 我先存档一下 好